这些美女正在热火朝天的表演 下一秒 领队的大美女直接掀开了自己的裙子 好家伙 里面竟然是真空的 原来这个美女珍妮是在开直播 露出屁股也是拨眼球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软件里 只要看课就有收入 完成指定的任务 那钱来是滑滑的呀 瞧瞧大家为了钱有多么的疯狂 有开直播吃口粮的 有百米跳水的 还有拉着汽车尾巴跟着跑的 受到闺蜜珍妮的影响 我们的女主大美也注册了账号 收到了第一个任务 就是和陌生人接吻60秒 大美带着男闺蜜走进餐厅寻找目标 长得帅的有女朋友 这太丑的 走不下嘴呀 眼看任务就要超时了 大美直接走向一个正在看书的男人 二话不说 上去就是一个强吻 给这个小哥整得还挺享受的呢 大美没想到 这个名叫汤姆的小哥 也是一个直播玩家 现在他们接收到了同一个任务 那就是一起去城里 虽然男闺蜜极力阻拦 但大美还是毫不犹豫地坐上了汤姆的后座 两个人一路飞驰 15分钟之内完成了任务 这边刚和汤姆分别 手机上又传来了新的任务 观众们让大美去时装店里 试穿一条价值不菲的裙子 大美套上裙子之后 发现穿着西装革履的汤姆就在身后 原来她也接到了同样的任务 两个人一阵寒暄之后 观众们又想出了新的招数 让他们赶紧离开商店 两个人正准备还去换衣服 发现他们的衣服全部被偷走 而偷他们的正是另一个玩家 纹身哥 汤姆本想带着大美来一个彻底投单 可大美却表示这样 偷鸡摸狗的事自己不干 于是两个人直接脱掉了所有的衣服 在镜头前开始裸奔 你别说现在的观众就耗着一口 观众观看量嗡嗡上涨 两个人逃出商店后 发现衣服已经被观众给买下了 两个人穿上新衣服 抵达了下一个目的地 这一次大美的任务是现场纹身 这个昔日文静内向的女孩 已经彻底完封了 拉开衣服随便纹身湿滑辣着 而汤姆此时也接到了新的任务 那就是蒙着眼睛骑摩托达到60脉 快看 这哥们正蒙着眼睛疯狂飙车呢 身后的美女就是她的眼睛 一路只会在大美心里十分忐忑 这个游戏玩不好 那可是要送命的 还好前方一路绿灯 大美心里刚松了一口气 前方的绿灯突然变红 为了不让汤姆畏惧 大美谎称是绿灯 然后猛地拧紧油门一个冲刺 从车水马龙中穿了过去 紧接着 两个人成功来到了隧道 一路上偶遇了不少直播玩家 在任务即将结束的最后一秒 摩托车的时速终于达到了60脉 两个人刚欢呼雀跃一秒就发现 前面竟然没路了 好在汤姆经验丰富 握紧手上来了一个小飘移 平安完成任务的两个人兴奋万分 还在屏幕前来了一个轻轻抱抱举高高 看到这一幕的闺蜜 珍妮那是一脸的愤怒 尽管自己的直播十分卖力 在大街上逮谁跟谁放屁 可名次还是落下了一大截 不过很快 她就接到了新的任务 那就是在两个高楼之间搭个梯子 然后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走过去 恐高的安妮在梯子上一顿乱爬 可还是一个不小心 差点掉下去 看着手机被摔得粉碎 珍妮痛哭着宣告放弃 可当她看到光彩夺梦的大美后 还是忍不住愤怒地冷嘲热讽 而大美此时也接受到了同样的任务 为了钱也为了争口气 大美毫不犹豫地爬上了梯子 你还别说 这妹子挺稳的 一路小跑就完成了任务 而此时男闺蜜突然跑出来告诉大美 这个汤姆可不是什么好人 她是直播界的老前辈 就连这摩托都是偷来的 而刚刚汤姆完成的任务 就是带大美来到这里 和塑料姐妹花闺蜜撕破脸 大美瞬间愤怒无比 合着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 于是她不顾身后汤姆的解释 直接走向了一辆警车 可当她向警察 说出这直播背后的丑恶真相时 警察竟然毫无反应 毕竟直播是个人的事 就算是警察 那也无权安涉 可现在大美却要因为告密 而陷入绝境 你见过如此玩命的直播吗 在高空中 单手抓着单杠十分钟 一不小心 那就是粉身碎骨 接到母亲电话的大美 此时才知道 自己的账户里 所有的余额都被清零了 就在大美着急忙慌 想打车回家时 文生哥跳出来 一记闷棍打倒了她 当大美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集装箱里 现在她的身份是直播平台的犯人 想要出去 就必须赢得挑战获得冠军 就在大美即将崩溃时 汤姆一个闪现跳了出来 原来汤姆和文生哥 早在很久之前 就接到了一个玩命任务 一个哥们在高空抓单杠时 不慎坠落身亡 汤姆找到警察报警后 成为了直播平台的犯人 所有的隐私都被平台泄漏 连家人的人身安全 就无法保障 那个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 所以这一次 她和文生哥都要赢的比赛 才能够恢复自由 但现在的汤姆是真爱大美 所以她决定 先赢了文生哥再输给大美 让自己心爱的女人笑到最后 就在汤姆完成单手单杠任务的同时 大美找到了自己的男规律 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 和这个黑暗的玩命直播 来一个硬碰硬 众物磕磕之下 大美和汤姆 一起走进了挑战现场 所有人都拿着手机 记录这个历史性的遗课 现在他们手中各有一只手枪 这可是真枪实弹的家伙 先打死对方的那个人 就算是赢家 汤姆闭上眼睛 等待大美的子弹到来 可大美却朝着她开了一枪 眼看着两个人迟迟不肯动手 文生哥拿着手枪跳了下来 大美试图用真情来赶快观众 而文生哥已经开始了场外投票 要不要开枪 很显然 这群观众更喜欢看他们自相残杀 毕竟杀人的不是他们 被杀的也不是他们 当一个大大的夜子 出现在了屏幕的上方 文生哥手起枪落 大美瞬间到地 与此同时 所有人的手机上 都出现了一条信息 上面除了他们真实姓名以外 还有着一行触目惊心的提示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这场枪杀案的同犯 此时 无论是直播里的玩家 还是看客 全部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毫不犹豫地卸载了这个直播软件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大美的主意 它让黑客男闺蜜 进入所有人的手机系统 然后跟文生哥约定好 虚晃一枪 当所有人都卸载了直播软件 所谓的惩罚也就不复存在了 要说当下来前最快的职业 那除了明星就是网红了 我们眼下的网络直播 也是越来越鱼龙混杂 在另一面前 总有人会忘记自己的初心 一路走向深渊 而那些看热闹的观众们 也总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存在 咱就说这网络世界 丰富多彩 总有小人找不自在 利益薰心 降低姿态 脱离网络 那全都是小他菜啊